歡迎收看五期金錢報 帶你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曾晃文 今天是小年夜 先祝大家沸沸揚揚引狗年 旺旺招財好運來 小年夜基本上跟西方的平安夜非常的類似 過完小年夜就準備過年了 西方過完平安夜之後也準備過年 過年的時候市場上是一片的平和 不過我們今天把重點放在兩個地方 第一個可能未來會發生可能不太平靜的地方 在中國大陸的南海地區 因為包括英國跟法國的國防部 最近都宣布將在下個月派出軍艦來巡航南海的部分 大家覺得時間點很奇怪 因為記得嗎 上個月跟上上個月的時候 英國跟法國的總統都去拜訪了中國 而且簽署了超過百億的貿易的金額 基本上已經賺得盆滿波滿 怎麼在這個時候呢 手牽手要來巡航南海呢 有沒有可能是一個新的八國聯軍的成型 我們來進一段討論 另外一個是今天也是2月14號情人節 情人節呢 基本上大家都喜歡送巧克力 不過呢 全世界非常知名的巧克力商 竟然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廣告 他說希望大家呢 現在不要送巧克力 那巧克力的上的原料是可可豆 大家可能沒有發現可可豆最近的價格 今年以來呢 已經漲了13%喔 所以這個可可豆價格大漲呢 這個巧克力商卻叫你不要買巧克力 到底背後有什麼樣的陰謀 我們今天要請教到三位來賓 第一位呢 是政大國關中心的湯紹騰教授 第二位是淡大財經所的邱志昌博士 第三位是資深媒體人阮木華 那今天很廣告我們來討論呢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這些國家呢 有沒有可能在團報挑戰中國的崛起 這個小年夜呢 原本是大家團聚的日子 像包括像客家人在這個小年夜的時候呢 甚至會拜這個天宮祭祖 不過呢 這時候卻有人開始要搞事喔 誰開始來搞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英國 英國的國防部呢 最近有一個這個報導有提到 這個澳大利亞的這個亞 澳大利亞人報的部分呢 有特別提到 英國國防的大臣威廉生他有提到 英國的護衛艦呢 叫做薩森蘭號 他呢 本週會來到澳大利亞的一個部分 而且呢 在三月份呢 即將返回英國的時候呢 他們特別指定了 要途中要去經過南海 而且呢 特別講到 英國海軍呢 他們有權利這樣做 他們跟美國的理由一樣 都是要捍衛所有的自由航行權 另外呢 威廉生他是拒絕透露這個亞 這個薩森蘭號呢 到底會不會像美國軍艦一樣 因為美國軍艦之前去南海的時候呢 有來到這個十二海里的這個範圍裡面喔 不過呢 英國這一次並沒有講到 他們會不會來到十二海里的這個範圍裡面 不過英國的重點 他是他們認為 他要絕對支持美國 因為美國之前講到這個航行自由權稅 英國呢 感覺上去拜訪美國 這個中國完畢之後呢 現在既然呢 跟美國做一個靠攏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就在去年十一月的時候呢 是川普去訪問了這個中國大陸 拿了2535億的這個貿易的這個金額 基本上呢 賺了非常多錢喔 不過呢 到二月五號的時候呢 美國的代理代理的助理國務卿呢 還是提到 他們要繼續在南海航行這個自由 那另外呢 一月份的時候 我們做專題 一月八號 馬克宏訪問中國大陸 也拿了大概兩百億美金的這個貿易金額 那他們最近也發表言論說 他們最近要跟日本呢 一起做聯合軍演 所以呢 也有可能要去南海走一招 那另外在1月31號的時候呢 大家記得梅伊去訪問中國大陸 那時候我們跟大家講說 這個中國很忙啊 因為食客很多 很多人呢 都來中國討飯吃喔 那錢拿完之後 沒想到呢 這個英國的國防部就宣布 在三月份呢 就要去南海做訪問 很奇怪喔 前一個月呢 在中國大陸做經濟訪問 下一個月就說 要去南海做一個這個巡航 到底背後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我們來看一下 英國國防部長的這個威廉森喔 他特別提到 他們要宣揚他們的價值觀 去南海走一走 就可以宣揚他們價值觀 這待會來請教一下來賓 他們的價值觀到底是什麼 那英國呢 我們剛剛提到 他真的是站在美國立場 是絕對支持的部分 然後呢 他也說 因為美國希望很多的國家 在國際上可以多做一些事情 多負一些責任 那英國呢 跟澳洲都認為很好 我們願意擔起這個所謂的 自由航行的這個責任喔 那當然中國的外交部的部分喔 基本上呢是比較震怒的 像2月13號的大陸的外交部有提到 他說南海的航行跟飛越自由喔 基本上不存在任何的問題喔 他尊重所有大家的一個情況 可是我們看2月6號 2月6號呢 中國大陸外交部的記者會喔 這個發言人這個耿爽喔 特別講到 南海現在明明就是風平浪靜 為什麼有人偏偏呢 這邊無風起讓 講就是英國 美國跟法國 接下來要去 去這個巡航的部分 他們是堅決反對 那南海的這個資源很多 我相信大家之前 也做過很多的一個報導 我們簡單再讓大家複習一下 南海呢目前包括意義 其太的天然氣喔 他大約有15兆的立方米 占整個南海總資源呢 是三分之一 這個比例非常高 另外另外一個就是石油的部分 石油的運常量呢 大約是兩百億噸喔 他的這個運常量是中東的一倍 另外呢還包括一些 所有的這個經濟的魚種 那另外還有一個大家比較在 討論的就包括可燃冰的部分喔 所以先來請教一下穆華哥 這個英國美國跟法國 之前去訪問中國的時候呢 都很好啊拿了很多錢回去 結果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現在開始 怎麼手牽手 要去這個南海做巡航 感覺上有點這個 新八國聯軍 你怎麼觀察 這個其實就凸顯出啊 這個國際政治的現實情況 就是說呢 這個一手拿錢呢 另外一手呢 其實是這個槍在上面 就是準備呢 這兩手策略了 因為中國大陸最近這幾年來 老實說 這個國力崛起的非常快 另外呢 他的軍備崛起的也非常快 包括習近平的大閱兵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說那個軍龍啊 包括他的武器啊 其實這個放出來是很嚇人的啦 那另外呢 就是中國大陸的海權的發展 其實呢 比他的陸權發展 恐怕更為這些西方國家所擔心 這個陸權呢 你總出不了中國大陸嘛 總出不了你的邊界 但是這個海權啊 你就航行四海了 所以呢中國大陸第一艘 航空母艦遼寧艦這個下水之後啊 其實全世界各國啊 就頂頂著中國大陸後面啊 他的海權到底要怎麼樣擴張 那再加上現在正在建造 這個第二艘的航空母艦 對 還有他的核子動力的潛艦 那這些我想當然西方國家 絕對啊 就會放在他們這個全世界 軍事平衡的這個天平之中啊 所以說呢 南海這個地方啊 勢必會是將來啊 持續不斷爆發紛爭的火藥庫 為什麼這樣講啊 除了剛才講說 南海這個地方啊 海面下有非常多的資源啊 還有待開發之外 事實上南海非常重要 就是它是一個國際非常重要的航道 是 大家可以知道這個南海這個航道 在這個 在南海這個海域啊 一年有上兆美金的貨物 要從這邊通過啊 包括從中東來的原油 全部都要經過南海 所以誰掌握了南海 就等於掌握了全世界最重要的貿易權 也就是說呢 南海這個地方啊 世界各國啊 絕對這個列強 他們一定是要自由航行通過的 也就是說呢 我即使在這邊地方沒有島礁 我在這邊沒有什麼經濟海域的問題 但是呢 在這個自由航行上面呢 我絕對啊 要伸張我的這個航行的權利 所以你看到美國 如果動輒進入到南海 而且呢 遷入到中國大陸的島礁 它為什麼 它為了就是自由航行權 當然經濟海域它沾不上邊 這個經濟海域是菲律賓 越南跟中國大陸之間的紛爭的問題 但是呢 美國 英國 法國這些列強國家 我們講說 18國聯軍的話 列強國家 它當然千里條條 它就是要 這個 維護它所謂的 這個西方國家所謂的自由航行權 那站在中國大陸的眼裡面 當然是很不是滋味啦 因為南海 向來啊 這個在中國大陸的主權聲張 在歷史文化 各種淵源上面 是屬於中國大陸的 這個領海 這個近海 或是說呢 經濟海域 而且呢 還記不記得那個永暑礁 這個中國大陸的民航機都降落了 而且呢 還載了遊客上去玩 那這些 那天海照路 對啊 我想這些都會讓這個 所謂新巴國聯軍的西方列強國家 感受非常的深 那再加上我剛剛講的 航空母艦的問題 核子動力潛艦 再加上這個中國大陸 習近平上台之後 力推的叫一帶一路 是 這一帶 我們剛剛講 一帶是經過北邊 這個思路的古路線 對 一路是什麼 一路就是繞過南海 然後一路往這個印度洋走 所以呢 當然從這樣的角度來出發 那這個南海將來是持 持續 而且是一定會成 成為世界的這個火藥圖 這個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 這個在路上的部分 他們這個西方世界目前來講 說英國法國 這個美國 沒辦法做阻止 在海上部分呢 他想辦法就要 這個阻撓 對 因為一帶一路 其實經過 這個中亞國家 這些中亞國家 大多數的土地 都是一片荒漠 比如說哈薩克 哈薩克這麼大的領土 事實上哈薩克的領土 這個大部分都是荒漠 是山 那同樣都沒有經濟發展 那現在有鐵路拉過來 然後可以通到歐洲 通到中國大陸 那這樣子的經濟的轉運戰 對哈薩克來講 他當然歡迎 所以西方國家 沒有說太多的 在這上面可以去制止 或是說干預的能力 那問題是這個海域 海上的絲綢之路 海域就不一樣了 海域上面 這個公海 向來都是全世界自由航行權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有著力點 那我相信這個著力點 主要就是為了打擊中國大陸 最近這幾年 不斷的崛起這樣子的事實 那另外剛剛大K所講的 南海其實有一個非常寶貴的資源 叫做可蘭冰 可能很多人沒有聽過 什麼叫可蘭冰 事實上可蘭冰就是甲腕冰 這個甲腕冰 是各位可以看到這張圖片 它是呈現一個冰塊 它是甲腕含在這個冰晶裡面 它是可以被燃燒的 那中國大陸已經正式 這個標誌說 他們可以開發可蘭冰這個資源 問題是可蘭冰這個資源不能太隨便被開發 為什麼呢 因為甲腕對於氣候的破壞 就溫室效應 它是比二氧化碳更嚴重20倍 所以說呢 這個可蘭冰可開發也不可開發 為什麼 因為它一旦不當的開發 會引發非常大的環境資源上面的破壞 所以呢 這也是一個爭議的焦點 另外剛剛講到 英國到底要出什麼招 除了聯合澳大利亞 就是聯合澳洲 它向來的盟邦之外 2020年 英國已經宣布了 這個宣稱 他們要把兩艘的 伊麗莎白的航空母艦 駐紮在亞洲 駐紮在南海 有可能是澳洲 這個當然地點它沒有宣布 各位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就是伊麗莎白航空母艦 那各位都知道 美國有雷根號 另外有卡爾文森號 這兩艘呢 向來就是巡弋 亞洲這個地區的 南海的 那另外日本有日向號 有出雲號 所以說呢 南海 現在真的就像 大家可以所講的 好像是一個新八國聯軍準備 大家要禁足 要角足的地方 因為中國大陸看起來 是只有它一個 現在目前呢 在南海那邊 似乎沒有什麼太多的盟邦 那其他的包括越南 包括菲律賓 包括日本 美國 包括英國 法國 包括了澳大利亞 澳洲 全部大家是聯合陣線 是 所以呢 聯合陣線 對中國大陸 現在中國大陸的壓力是大 在南海上面 可想而知 是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中國大陸在這個 南海群島部分 其實他們的這個 建設非常久 大概從2012年 他們控制黃煙島之後 包括2013年開始填海造陸 我們來看一下 填海造陸的一個情況 目前中國大陸呢 在南海呢 已經有八座的這個島礁上面 是填海造地 其中呢 包括美濟礁 這個主壁礁 還有永暑礁呢 隨時呢 都已經部署了軍武的部分 那畫面上呢 這三個 這三個礁就是我們用的這個 深紅色部分 永暑礁 主壁礁 跟這個美濟礁 我們來看一下 永暑礁的部分呢 基本上現在 上面已經有兩座的雷達通訊系統 還有12座的導彈庇護設施 那這個主壁礁部分呢 主要是地下軍火的這個 庫存的這個儲藏的部分 那美濟礁呢 你上面也有兩座的雷達通訊系統 還有導彈的這個庇護設施等等 還有這個地下軍火的儲存庫 那這三個呢 最最主要 那當然這個太平島是 目前是台灣 台灣在這個太平島部分 也有做一個駐軍 那另外呢 像菲律賓呢 在中葉島的部分 其他呢 包括像南薰礁 南洋礁 赤瓜礁 東門礁 還有這個安達礁 全部都是中國大陸 目前的一個範圍的部分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圖呢 大家之前應該有看過一些 像這個主壁礁 美濟礁 還有這永暑礁 現在已經有防空導彈系統 那主壁礁呢 它現在上面有什麼 還包括 對不起 這個是美濟礁的部分 美濟礁的部分呢 它現在還有運兵艦 美濟礁在哪一個位置 美濟礁的話呢 目前看起來是在這個地方 那另外呢 我們看到還包括像是這個主壁礁 以及永暑礁的部分 其實呢 像永暑礁裡面 有機庫 有塔台 甚至有這個長達三公里以上的跑道 建設都非常非常的好 另外像這個呢 這個是也是永暑礁的部分 也開始有補給艦在做一些運輸的情況 所以呢 中國大陸在整個 南海群島的狀況 基本上 它佈局非常非常完整 所以先來請教一下這個湯教授 中國大陸呢 這個說真的 南海群島啊 現在有很多國家 宣稱是他們的主權 不過至少呢 以地理位置來看的話呢 算是中國大陸的後院 那你現在 英國 美國跟這個法國 這個大勞員跑來這邊 只是說我要 宣揚這個自由航行權 他到底背後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你怎麼觀察 好的 這個 背後代表的意義呢 我是覺得 是 前一陣子的這個國際仲裁 北京 不理不睬 根本就沒有把它當一回事 這個對於西方國家來講 這個完全是一種 對它價值的一個挑戰 是 這口氣 當然他們吞不下去 西方咽不下去 咽不下去 因為這個東西呢 是美國在慫恿菲律賓 去提的這個所謂的仲裁案 結果呢 菲律賓他花了三千萬美金 結果呢 什麼什麼結果都沒有 對 那結果菲律賓呢 他就反水了 他反悔了 結果呢 他跟中國這個開始友好 把美國反而放在一邊 那所以這個仲裁案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導火線 背後的這個導火線 那另外呢 就是你剛剛所說的 填海造島的這個整個 這個公式呢 基本都已經完成了 那你完成了以後 那你如果說你再不來這個 來做一點這個挑釁 或是跟他挑戰的動作的話 表示說你 是來參觀的嗎 因為都已經蓋好了 不是 表示說你已經接受 你已經承認了 承認了中國大陸 在南海的這個地位 以及他的這個政策 如果說你再不動的話 那當然就表示說你已經承認了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美國的影響 美國在上個月 他跑到這個 你剛剛也提到了 跑到這個黃岩島的 12海里的領海內 來等於說是挑釁 因為這個東西當然了 因為你如果說 你在12海里以外的話 那當然這個就屬於自由航行 那屬於自由航行的話 那這個東西都沒有問題 對 是公海領域 對 算屬於公海 可是你跑到人家12海里以內的話 那這個問題就比較大 比較嚴重 所以中共那個時候呢 就強烈的抗議 那當然 那這些國家 像歐洲的英國跟法國 還有以後可能有加拿大 再加上這個澳洲等等 還有日本 他們都有 快要做成八國了 快了 好像就是八國聯軍了 那他們都當然受到美國的慫悠 一直覺得說 好 美國孤掌難民 那所以說呢 你們這些這個國家呢 都必須要加以表態 那所以 他們現在都是要博取這個美國的歡欣 沒錯 沒錯 那所以說呢 這個才會有法國英國 甚至日本就一直長期的 這個我們大概都已經了解了 那還有包括澳洲 因為現在英國的船 跟法國的船說 我要去澳洲 澳洲我回程的時候 我要經過你這兒 對不對 你也可以不要講話 你就可以 就無害通過 或者你就自由航行就好了嘛 那何必你要這個大張旗鼓呢 那就表示說你對這個事情 或是對這個整個南海的這個局勢 你是有意見的 那其實那另外還有一點呢 就是內部消費 這個老百姓 比如說英國法國老百姓 你會覺得說你都沒有動作啊 你沒有動作的話 就表示說你要接受這個 中國在南海的這一種 這個這個這個現實 那當然那他們為了要內部消費 所以他必須要有一些動作出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可是還有一點我想再補充的是說 現在大概我想 以往的這個列強 對於這個中共所提出來的 這個一帶一路啊 都很有意見 那所以呢他們做了很多很多的 對應的措施 當然第一個 朝鮮 這個朝核 可是他們發現 朝鮮好像炒不起來 意思就是說如果中共那個時候 他如果說有些什麼樣的這個反應的話呢 他覺得說這個地方應該會 讓這個中共的這個勢力呢 受到牽制 他們重點就是要牽制吧 就是要圍堵吧 這個是重點 那另外一個是哪裡呢 我們剛剛沒提到的 是伊朗 伊朗 伊朗在去年12月暴動 那個暴動的意思是什麼呢 當然這個跟大陸的一帶一路 也非常有關聯 為什麼呢 因為伊朗是大陸在一帶一路當中 要進入歐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橋樓堡 那所以說如果你伊朗跟歐洲之間的關係 如果說進一步惡化的話 那當然對於這個一帶一路 也會有很大很大的影響 那你說一邊是朝鮮 一邊是伊朗 那中間是哪裡 就是我們現在談到了南海 那所以說呢 這個等於說就是形成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亞歐的圍堵網 剛好就把你的一帶一路 裡面的這個一路加上一帶 因為這個伊朗是陸地 那所以就全部都給你捆在裡面 是 其實川普之前來訪問亞洲的時候 他有特別提到也是亞太戰略嘛 那是印太 現在變成印太戰略 對 印太 所以川普提出這個印太戰略 跟這個現在大家紛紛往他做這個靠攏 感覺像川普有一點成功耶 當然了 在外交上面的運作 因為中國跟印度 他也是等於目前來講 可以說是長期不睦 意思就是你以往 你譬如說從達賴喇嘛那個時候 他出走了 出走了以後呢 再加上中印的這個邊界的這個問題 就始終讓中印兩大國 這個在全世界都是大國 大國呢 一直都處於一種紛爭的狀態 那最近我們也發現這個動廊地區 也是好像差一點插槍走火 等等等等 再加上還有一點大家都沒有提到的呢 是這個馬爾蒂夫 馬爾蒂夫前一陣子啊 這個總統下令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為什麼 因為印度呢 他跟這個馬爾蒂夫的這個司法單位啊 這個掛鉤的非常緊 那所以說呢 這個司法機關呢 就把這個總統他所認為的這些政治犯呢 命令他要解放 要釋放 好啦 那這樣子一弄的話呢 他一回到一國會 那這個在野黨就變成多數了 那所以說總統呢 就先下手為強 那他就說 我國家要進入緊急狀態 把這個這個情勢呢 把它凍結起來 那總統為什麼呢 總統當然 他是跟中共的關係是比較好的 對 那所以說呢 這個馬爾蒂夫 馬爾蒂夫也很重要 是在印度的大概南邊五百公里的地方 也是一帶一路中間一個非常重要的中繼站 是 從中東出來的石油也要經過這個地方 所以說每年大概有五兆的價值的這種 這個船運 要經過這個馬爾蒂夫這個地方 那所以說這個地方 當然中共一方面提供了他們很多很多的這個觀光客 讓他 因為他的主要收入就是觀光 是 觀光客給他很很高額的這個利益 另外一個呢 就是幫他建設 因為他們都是島礁 島礁之間啊 他要有這個橋樑 有些基礎建設 有些基礎建設 中共跟中國的是比較關係良好一點的 那這個當然就觸怒了印度 那所以說 不要看這個小島這四十萬人了 那這個地方呢 現在已經陷入一個中印交戰的 或是這個中印的這個衝突的一個地點了 那所以我說這個也算是一個對於一帶一路的一種反應 也就是說我們這樣如果說把它連成一起的話 從朝鮮 當然台灣也包括在內 朝鮮台灣南海馬爾蒂夫再一直到這個伊朗 這個就等於形成了一個新的一個 對於中國也好對於一帶一路也好的一種這個圍堵 以及破壞的一個網路了 教授想追問一下這個英國的角色其實很特別 因為英國之前他這個沒去訪問中國大陸的時候 他是拒絕圈署一帶一路的這個量解備忘錄 那現在他們國防部又說他們要去南海做這個巡航 那英國我們記得其實英國是屬於這個實用主義 所以英國現在做出了這兩步 代表英國現在還在這個脫歐有點焦頭爛額 他這個時候選擇站在美國那一邊 你怎麼觀察 這個當然了我覺得現在這個情況就是叫做既聯合又鬥爭 一方面他希望從中國這邊獲得高額的這個經貿的利益 可是另外一方面因為在價值方面 這個根本就是爭鋒相對的 我剛剛講了你比如說這個國際仲裁 那國際仲裁根本是西方的他們基於傳統的國際功法 他們的遊戲規則 對他們的遊戲規則他們的價值 那你現在根本對他不才不理好像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那所以當然他們就必須要有一些反應 也就是說你的實際利益跟你的這個價值觀念 這兩個其實是很大的衝突 意思是說對西方國家來說 你的實際利益 你想說我們跟中國要和善要和好 要這樣子的話呢 我可以獲得很高額的利益 可是呢在這個心裡面 你就覺得說我跟他根本就在價值觀念上面 根本是南緣北側 甚至是爭鋒相對 那所以說呢 這就形成了一種所謂的 我認為說是也是一種新常態 這個就叫什麼呢 就是既聯合又鬥爭 既聯合又鬥爭 我在某些地方我想跟你聯合 可是我在另外一個地方呢 我還是要跟你鬥爭的 因為這個差別太大了 對不對 那所以說呢這個我覺得這個是未來可能 可能我們會經常碰到的一種所謂的新常態 新常態 這個南海的問題 基本上呢未來可能會越來越嚴重 為什麼我們看一下 現在呢在南海的主權主張部分 其實呢各國有各國的看法 包括像紅色線的部分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認為這一圈都是他們的 那當然台灣剛好跟中國大陸一樣 認為台灣是藍色部分 這一圈也都是台灣的 那像越南呢 越南是黃色 越南認為這一圈都是他們的 那菲律賓 菲律賓是綠色的部分 菲律賓認為這一圈都是他們的 不管怎麼畫 都會畫到南沙群島這一塊 那剛好這個南沙群島目前呢 是重電性最高 而且是中國大陸目前在這邊 填海造陸最多的一個地方 剛我們聽的是這個 從政治學的一個角度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事情 如果我們請教這個邱昌博士 你從經濟學家角度來看 這個不管是英國跟法國都要去 這個南海做一個巡航 你怎麼觀察 我想從經濟的這個角度 或金融角度來看的話 英國始終有一個 我們講說高貴的這個民主的一個狀態 因為很多的這個金融制度 包括這個目前的這個QE的這個操作 其實它基本來源是來自於英格蘭銀行的 那另外很多的這個貨幣政策 像很多的貨幣從1820年到1870年到甚至到1944年 它的這個制度才由美國去程序 那美國程序的時候 而且發展的非常的蓬勃 第一個為什麼 因為美國從這個貨幣制度當中 去發展一個這個美元指數 那我們始終就沒有聽過有什麼英鎊的這個指數等等 對 所以第二個很多這個經濟的失誤 或者是有關於這個領土 各方面的一些擴張的話 都是跟英國的虛期相關 因為英國它本身就是一個日不落帝國 對 就全球大概有百分之四十七左右 都過去呢 都一度的這個使用這個英鎊 到1944年之後呢 才慢慢的下去 其實呢 第三個我們從演的那個情況來看的話 有時候在上這個經濟學的時候 我都問同學說 同學你們知道股票是哪一個人發明了嗎 銀行是從哪邊來了嗎 對不起 都是從歐洲 銀行呢 Main Card 歐洲的這個板凳 你坐在那邊就是Main Card 那另外呢 這個有關於這個 大家歷史都練過 那個淡水那邊有一個紅毛城 有一個荷蘭 荷蘭東印度公司 就是第一張的股票 第一張的股票是從那邊 但是呢 非常對不起 最近的這個衍生性金融的商品 全部都是在美國 所以說 在全部這樣一個狀況當中 英國對於這個全球的事物的一個標準 一個標準 它一定要制定 那這個標準 在領土上面 當然就是國際法庭的仲裁 但是呢 在於這個貨幣制度 或者是工業的制度方面的話 他覺得這個中國崛起的這個力量非常大 比方說我們之前有討論到 要做這個歐元的這個油鹽 石油要用歐元計價沒有成功 但是呢 現在中國呢 打算在期貨市場裡面推出一個這個 用人民幣計價的一個石油 那這樣一個標準呢 如果說被拿下來的話 那整個全球性的這個主導呢 可能由中國去主導 而且呢 中國在一帶一路方面 這個英國呢 也不得不承認 它其實它的這個一帶一路的這個效應 是真的是非常大 因為我在去年2017年9月11號的時候 到香港去參加這個一帶一路 那可能很少人去參加 那一帶一路 那我發現說 第一個對一帶一路 最為熱衷的這個歐洲的國家 第一個就是波蘭 波蘭 波蘭的經濟部長呢 跟我們講說 他們是現實主義者 就跟大家講的一樣 是 就是說因為他們在1989年的時候 同樣也脫離到共產黨 但是結果呢 到經濟的這個復甦啊 還有成長 到現在還是沒有很大的成長 然後他們就加入了歐盟 那加入了歐盟之後呢 最近這個跟中國大陸 在談這個一帶一路的這個發展 那另外第二個就是匈牙利的這個 經濟部的這個副部長 非常年輕 但是呢 他對於這個一帶一路呢 也提到了 提到說其實呢 在這個東歐方面 或在這個中歐方面的話呢 一帶一路應該以匈牙利 為一個中心 那當然就剛剛那個 那個Kevin呢 有講過 那英國呢 對於這個一帶一路 好像又愛又害怕 就是有一種 最早加入亞投行嘛 對 他在2015年的這個 上半年的時候就加入了 那各位 2014年 下半年那個中國大陸 才談亞投行而已 那現在這個亞投行呢 基本上都是亞洲人 金利勤啊什麼 他們像這次 2018年的這個1月16號的時候 15號的時候 那個金利勤跟那個 也有到這個AFF的這個會議上面 那我都見識過 那整個場面呢 從亞洲這個AFF金融論壇來看的話呢 這幾年喔 因為我參加很多年 發現也有個傾向真的是非常的明顯 第一個就是中國的這個官員 參加這個亞洲金融論壇 從習近平參加那個那個大陸斯開始 這個層級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邀請到這個美國的學者 像去年有一個 Nombea Price的這個 午餐演講者 講的是這個 這個不知道講什麼 我也聽不懂 反正就覺得很尷尬 因為當時呢 川普上台 那川普呢 把整個全球的這個發球選 突然要收回去 突然呢 要走向類似那種門樓主義 所以說 他不知道 這是中國 一個中國不知道在講什麼 那今年呢 是由這個Jack Lu 就是美國的這個財長在下面講 那我本來想一直想聽他 這個有關於美國國賽的問題 但是呢 聽到卻是一片的這個政治 也不知道在講什麼 所以說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讓西方覺得說 他的標準被挑戰 被中國挑戰 而且中國的是一帶一路 用合作的方式呢 去進行一些挑戰 所以說 他們希望說 在這個方面 他們能有著墨的這個地方 那著墨的地方的話 你在 剛剛Kevin有提到這個一帶 一帶那邊的話 你就俄國跟那個蘇聯 跟那個中國的力量 在那邊制衡 你動不了 比較動不了 但是呢 在南海的話 基本上有它的這個優勢 菲律賓曾經是美國的 這個殖民地 那香港也曾經被英國統治 那其他的這個 更不用講 法國的對這個越南 或印度的中國 印度的英國 都是這樣子 所以說從這一塊切入的話 我想英國方面應該是非常 這個想說切入這一帶 然後藉由這一帶的這個勢力 能夠逐漸把自己的國力抬上來 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最近幾年的那個金融 也在衰退 沒錯 像Live 我們來看這個 全球的這個指標的這個利率 叫Live Live就是隔夜差 是 可是英國之間的銀行 對於美元的拆款 隔夜拆款利率 對隔夜拆款利率 你知道這個英國的這個 在被幣的時候 幣到什麼地步 在去年跟前年的時候 在美國曾經討論說 我們是不是要以紐約的隔夜差 來替代英國的隔夜差 討論到這種地步 在脫歐之前 2016年的6月13號 這個準備要投票的時候 美國跟這個全球 就已經開始在美國那邊開會了 為什麼呢 因為當初 Live 因為美國QE的關係 所以Live 呈現一個0.25 那大家都知道 銀行業都知道 0.25你去賺 你去賺 你看看要怎麼賺 都是賠錢的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德基 德基 還有這個USB 還有很多的這個銀行 在操縱這個Live 被罰 那被罰的 不是被英國的Live去罰 是被盧森堡 對 這很奇怪 我們每一年去那個香港開會的時候 就是盧森堡的總理 在講這個金融建理 一直不斷的講金融建理 我說奇怪 這個英國這個金融怎麼會視為到這種地步 連這個金融的監管都沒有辦法監管 而且連自己的這個定價的權利 連Live的這個定價權利 都被人家拿走了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他只好採取一個既聯合 剛剛教授要講過 既聯合又鬥爭的這個方式 希望能夠讓自己的這個國力抬起托來 所以說從英國這個國家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個世界是一直在變 而且能力的是一直要加強 要不然你所有的這個主導錢 像現在目前的這個工業的主導錢 幾乎是中國有時候在定的 5Z什麼 那你到這個時候 才要逐步的一次要趕上的話 那我覺得那非常不容易 是 好這個下一個階段我們回來討論 我剛提到今天也是情人節 那情人節的時候大家要買巧克力 不過呢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呢 今年的期貨卻呈現大漲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今天剛好回來做討論 今天是小年夜也是情人節 所以對於這個 不管有女朋友的或有老婆的還有媽媽 可能都要包一個比較大的紅包 因為是這個小年夜加上情人節的關係 不過呢過去這個情人節 大家都喜歡買巧克力 不過日本的這一個 廣告商這個非常知名的 這我們就不講 他在日本做了一個廣告說 現在這個情人節到了 應該要送巧克力 他既然叫大家不要送巧克力 他說日本應該停止這種異理巧克力 這種這樣的一個 因為我們知道日本有一個文化 就是情人節的時候呢 男生先送女生 女生先送男生 然後隔一個月之後呢 可能有興趣有意識的話呢 對方再反送巧克力 可是呢他為什麼打這樣的一個廣告 我們不得不想 因為最近的這個可可價 漲得非常非常的快 為什麼我們先看一下 為什麼巧克力的原料 可可會大漲呢 包括這個 Business Insider 有特別提到 因為最近全球暖化的關係 那這個可可豆呢 是生長在赤道羽林附近 那目前呢 因為這個全球暖化關係 所以未來數十年呢 可能可可樹不適合在這個地方做生 做這個生長 那BBC也特別提到 205年就是30年之後呢 可能因為全球暖化的關係 可可樹都會死光了 那這個Wall Street Journal也有提到 因為全球暖化關係 所以可可豆可能未來沒有 所以代表如果未來可可豆沒有的話呢 現在巧克力應該趕快多吃啊 因為未來價格會越來越高 那像這個是美國海洋大氣總署 也特別提到 2050年呢 可以種植可可樹的地區 可能要移動到海拔 1000英尺以上的山區 這些都算是一個原始保護區 也比較不容易 另外國際可可組織也提到 現在的可可的這個重要原料 可可籽呢 可可籽是做白巧克力的部分 過去十年的價格漲兩倍 其實十年漲兩倍還好 重點是到2020年呢 還會再漲三成 那另外呢 現在全球的可可的種植方式 百分之九十呢 都是以傳統的種植方式 就不是以這種大規模的 經濟作物的方式來做耕種 所以呢他認為未來幾年呢 供應量會持續做一個減少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可可的這個 期貨的部分喔 底圖呢是月線 這邊呢是日線 我們先看一下日線的部分喔 日線大約從去年的年底到今年喔 目前呢這一波兩個月喔 全球發生股災 很多原物料價格往下跌 不過呢可可豆呢 卻悄悄地往上漲 兩個月漲了13% 這是日線的部分 那我們再從月線來看 其實月線我們抓時間比較長 從2000年以來喔 其實現在的價位呢 大約就是2000年以來的 這一個大景線的位置 所以其實可可豆的價格啊 從月線上來看 算是一個比較低的一個這個價位 另外呢我們再看一下它的供給跟需求的狀況 其實最主要的產區在象牙海岸 那象牙海岸很奇怪喔 他們在去年的產量呢是創下歷史新高 理論上這個產量創下歷史新高 應該價格應該會跌啊 大家看這個是需求量部分 需求量呢是逐年逐年的增加 用在巧克力糖果的部分喔 基本上呢需求量逐年增加 可是呢供給創歷史新高 為什麼可可豆最近會漲 因為這個價格是反映未來 未來呢包括現在像象牙海岸 他們的旱季喔可能會提前一個月這個發生 另外最近的病重害也特別的大 所以呢現在這個期貨價格已經開始做反應了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喔 對沖基金欸 最近竟然開始翻多做了可可期貨 這個最近呢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中止了連續九週的一個空單喔 現在翻為一個禁多單 那這禁多單呢算是蠻不容易的喔 所以這個禁多單出現的時間點 剛剛好就剛剛我們剛剛講的 雖然去年的可可豆 它的產量創下歷史新高 不過呢因為未來有旱季還有病重害的關係喔 所以呢這個文道血腥味的對沖基金 馬上呢就把禁空單補完翻成禁多單 所以這個可可豆開漲 先請教一下木曜哥你怎麼做觀察 這個明明這個情人節到了 應該要送巧克力 可是呢這個有名的巧克力商說 欸不要送可可不要送巧克力喔 因為可可正在大漲你怎麼觀察 好這個可能它就是一種反面的廣告啦 就是說當然它的真實目的 還是叫你要去買巧克力要送女生 因為全世界女生都希望在情人節這一天 收到情人送的一盒巧克力 尤其是高檔巧克力喔 那真的是所費不支啊 十幾顆巧克力啊 在裡面啊 盒子一盒可能就要三四千塊錢 那這個全世界有兩個東西會讓女人最瘋狂 一個就是水藍色的小盒子裡面 裝的那顆鑽石那個T開頭的 另外一個就剛剛大K所講的 那一盒兩三千塊裡面才吃幾顆的巧克力 那個雞開頭的啊 那這些禮物呢 都能獲得女人的芳心啊 所以說呢 這些的背後啊 它的原料就特別值得重視啊 那為什麼最近啊 可可豆的價格上漲啊 其實它有背後的這個故事跟原因 我們先來講一下可可豆好了 可可豆這個 它都知道它可以做巧克力 可以做可可亞 然後可以沖泡來喝 那可可豆其實吃多了 這個吃下去啊 會讓你有種興奮感 它會刺激到你的身心 有愉快感 對會讓你有愉悅感跟咖啡一樣 所以呢 可以抗憂鬱嘛 對然後它會讓你產生快樂的 這種感覺這種feeling 那可可跟咖啡的種植這個區域 大概也差不太多 就是赤道的南北 大概是北尾的20度到南尾的20度 它是一個狹長的 赤道袋的一個種植的產物 那一年大概是兩次收獲 那最主要的收獲期呢 就是每年的10月到11月的時間 這個是最主要的收獲期 那到底可可啊 它在過去人類的歷史上 它有什麼樣重要地位呢 那個大家都知道 瑪雅人他的文化很很早 對不對 阿茲特克人 這個各位最近那個也有看到一部電影 大逃殺那個阿茲特克人 那阿茲特克人跟瑪雅人 都拿可可豆來當商 這個貨幣喔 我們現在講 對我們現在講那個虛擬貨幣啊 沒什麼了不起 那個可可豆是可以拿來當貨幣 譬如說呢 在瑪雅人那個時候啊 一顆可可豆可以換一顆番茄 然後呢 這個一隻兔子 十顆可可豆來換 那個奴隸那時候有奴隸制度 阿茲特克人不是有這個抓 別的部族來當奴隸嗎 對 這個奴隸呢 大概是100顆可可豆 所以說可可豆很值錢喔 各位不要小看可可豆 在遠古時代 那時候沒有貨幣的時候 可可豆是拿來當這個貨幣的 那可可豆 為什麼珍貴呢 因為它的種植面積喔 就在這個赤道的雨林帶 它要特別潮濕跟這個熱的環境 它才能生長 我們看到這個全世界可可的 種植的分布區域 最主要還是非洲啦 觀眾朋友可以看到 大概70%是種在非洲 另外像亞洲有一部分 像印尼也算是亞洲 一個重要的可可的產區 因為它緯度差不多 對 緯度差不多 大概是11% 另外呢 每周大概是有17% 大概每周就巴西 有在種植 那主要的國家 就剛剛大K所講的 象牙海岸 象牙海岸在一年 大概差不多200萬公噸 相當大的量 但是占所有的這個量 大概40% 是全球的產量 另外呢 包括像科麥隆 巴西 這個厄瓜多 這個奈吉利亞 印尼 加納 都是可可的主要產區 那印尼 雖然說占了差不多 將近10%的生產量 但是呢 基本上印尼是可可的進口國 它不是出口國 因為它自己所生產 它自己都不夠用 所以它還要進口 每年還要進口幾十萬噸 這個可見就是說 現在全世界 這種新英市場國家 經濟發展的時候 大家都開始 也要消費巧克力 那最近可可的價錢 真的期貨價錢是升上來 各位可以看到 去年11月12月 跌這一波跌得很慘 這個產量的問題 因為我們剛剛講 10月11月 是主要的收貨期 對 這個收貨的太好了 所以說呢 價格大概跌了20% 這一波跌了20% 跌到呢 今年的谷底的時候呢 這個是以倫敦來講 先跟各位報告 這個全世界做可可期貨交易 大概有兩個定價中心 一個是倫敦一個是紐約 那倫敦這個定價中心 它是比較傾向在食物交割的 也就是說像Mars 像那個Cagri 這些大的 這種做糖果的廠商 他們呢 最主要的貨都是從這個倫敦 這個來的 因為倫敦接近西非 所以說它 比較有這個食物交易的空間 但美國的話 紐約就比較沒有 那這個我們 所以我們看的 這是英鎊的價格 各位可以看到這英鎊價格 去年呢 這個年底的時候 跌了這麼大一波 大概20% 那剛剛大家可以講 哇這個Valentine 今天是情人節嗎 Valentine's Day 這個開始往上漲 這個大概這一波漲了13% 可是 我們如果看這個月線的話 你會發現 它跟過去長期的天價比起來 真的還差很遠 在最近十年 可可豆呢 就是可可期貨 曾經出現過兩次天價 一次各位可以看到 大概多少錢 這個是月線圖 一次我們可以看到 它出現在這個地方 在2010年的時候 差不多 如果以英鎊來計算 它最高衝到2700塊 那是已經創了33年新高價 2700塊是33年新高價 然後2016年 各位可以看到這一波 大概它衝到2500塊 2500塊錢英鎊 那這個幾乎僅次於 就是2010年那時候的天價了 那在上一波是什麼時候 上一波是1996年 所以說各位可以推斷 1996年到2010年 4年漲一次對不對 對 那2010年到2016年 將近又4年5年漲一次 對 所以說下一波要漲 我覺得可能還不是今年 下一波有可能要漲 大家可以特別注意 說不定是2020年 2018年的時候 對 可以特別注意那個時候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真正要把可可炒上來的 是有一個神秘的買家 那大家看到 每一次這個買家要炒的時候 它我們剛剛不講嗎 2010年在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研磨量就是供給量 就是需求 那這個產量是這個藍色線 研磨量就是我們把這個可可豆 磨成可可粉 然後去做巧克力 對 或是做阿華田 類似這種東西 各位可以看到 當這個研磨量低於產量的時候 通常它就有一波價格的大漲 那但是問題價格漲完之後 產量就大幅上升了 因為這些非洲國家就拼命中 因為價格好就拼命中 農人都是這樣子 台灣也是要菜金菜土 對不對 為什麼菜金會菜土 因為價格好就拼命中 沒有產能調節 所以你會看到 每一次這個 只要是出現 它的研磨量稍微低於產量的話 價格就會上 價格就飆起來 那這個就被一個人掌握了 這個人非常厲害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講的2010年 可可不是衝到2700塊的天價嗎 33年的新高嗎 當時在7月的時候 各位看到它的價錢2400塊 那時候市場就傳出 有一個神秘的大買家 一次進場買多少 買了10億美金 10億美金的可可期貨 對在倫敦買10億美金的期貨 透過倫敦國際金融期貨交易所 那它透過的是10家的經濟公司下單 其中最大的就是BMP 就是法國巴黎銀行 它的商品期貨公司 另外它又透過9家比較小的 經濟商下單 一次買了多少 一次買了全球產量的7% 嚇死人了賣24萬噸 而且非常厲害 它是全部食物交割 它不是只有草而已 它是把它收進倉庫 所以它應該是那個知名的巧克力商嗎 它不是知名的巧克力商 但是它是一個國際的巧克力的大鱷 也就是說這個大草家 這個人是誰呢 先不講它的名字 先告訴大家它的外號叫做 巧克力金手指 金手指我就在007你沒有聽過 對金手指這個007電影 我們如果觀眾朋友年輕的話 可能還沒看過 那個是很老的007 還有大鋼牙 那個是史恩康娜來演的 各位看到這個史恩康娜來當時演 Golden Finger 這個007這部電影 這個有創舉 它是第一個有女生唱主題歌的 007的那個主題歌 第二個呢 它是唯一007連續的影片裡面 沒有惡魔黨的 那其中它有一個壞商人 就英國的一個壞商人 這個壞商人呢 叫做Golden Finger 金手指 他囤了非常多的黃金 結果呢他要把黃金價格飆漲 炒黃金他怎麼炒 他就要去破壞美國的那個 那個黃金的儲存地 那個均勻 所以呢他就是要去破壞 那007就去這個阻止他 就是這樣的一個簡單的故事 那這個Golden Finger呢 這個因為他是要炒黃金 然後他又去製造事端 所以呢這個人就被稱為是 巧克力的金手指 大家覺得他是在巧克力界的 這種要炒作商品的壞人 叫做華倫 這個華倫呢是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的現在的老闆 1996年那次的大漲 以及2010年的大漲 2010年以及呢最近的大漲 全部都是他在炒 都是他大量買進 這個可可 所以呢有人有人講說 他是巧克力工廠 這個廠長 威力王卡 對大家 就看了 他不被修理了